跟大家說明一下,如果 兩個人都是同樣的血 然後double kill我兩次的話,兩個人都算輸啦 好的 那再來呢 我講一下 招式表的部分 請大家看一下我現在滑到的第二招 請大家看一下我現在滑到的第二招 欸?剛剛斷了嗎? 剛剛斷了嗎?剛剛斷了嗎? 不好意思,請問正常了嗎? 剛剛大斷嗎? 沒關係,我剛剛只是在介紹遊戲畫面而已 我剛剛只是在介紹遊戲畫面血量表的東西 不重要 還好,我剛剛只是在講那個遊戲畫面血量表的東西而已 對啊 不好意思 中華好像怪怪的 剛剛聊天室好像有人在反應 好 來,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技表你要怎麼去看 那你有發現箭頭呢 它有分成白色跟深色 那深色的部分是指暗者 齁 深色的部分是指暗者 然後白色的部分是指 不是暗者就對了 不是暗者 所以像18它有三招 18它有三招 那我特別講一下18它在Rage時按 後斜上雙手是什麼樣 長什麼樣 它會變惡魔18 然後惡魔18的招式不太一樣 它的雷神拳就可以帶上去 然後它可以把雷射光 招式不太一樣 好 等一下 調一下 好 那技表的部分呢 大家看到這個方向的部分 應該都能理解 方向的部分 上下左右這個就不太多說了 那主要是這個星星 星星什麼意思呢 星星就是搖桿放開 所以像 它這個叫Mistice 日文叫做霧竹 霧就是那個 農霧很 霧很大的霧 霧 霧就是腳 霧竹 所以前放開你看 它就會 類似一個這個 橫移的動作 它不是橫移喔 你看我右下角的指令 它不是橫移喔 那是只有18才有的 好 那它這邊有一些霧竹的招式 你知道霧竹的時候可以用什麼 這或許 明天講18課的時候再跟大家講 所以像這個 這個如果你是格鬥遊戲的玩家 你一定不知道說為什麼 為什麼鐵拳的 霧竹的霧竹要放開 在霧 很奇怪 可是沒辦法它就是這樣設計 所以你就是要放開 你就是要放開 不然你就會靠不出來 你靠太快就會靠不出來 所以要放開 好 星星的部分是指這個 好的 那再來這個東西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像這個兩顆同時變深色 就是這個兩個按鈕要同時按 這兩個按鈕要同時按 兩個按鈕要同時按 沒有同時按就出不來了 所以這應該還可以理解 簡單 那再來這個 站起時 這個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站起時 就是 你在蹲下 放開搖桿 站起來的時候 去按按鈕 那你按完同時 你人也會回到戰力狀態 但你如果按著下 你可以立刻再下來 沒有錯 那講著稍微深一點點的東西 站起來到蹲下來 需要花9frame 站起來也是 9frame 聽得懂聽得懂 聽不懂的話 後續以後再講了 好 所以像比如說18這一招是 站起來左手右手 這招一般叫Double Punch 那英文翻譯很奇怪 Double Amper 對不起 好 然後下一招 魔神犬 喔它這個翻譯就正確 Demo Godfins 這招叫魔神犬 肚子痛 還有這個 這個 好 再來計表的最右邊呢 藍色圓圈圈是代表這一招 它具有打橫移的效果 追蹤 如果你是看日文的計表的話 它可能會寫H 就是你去網路上看的話 它可能會寫H 就是你去網路上看的話它可能會寫H 因為H就是代表HOLD ME ATTACK 好 HOLD ME ATTACK 好 所以它就代表它是追蹤的意思 然後綠色的人轉圈圈叫Screen 就是旋轉 Screen 好 Screen 橫移動時雙手 譬如說像這個 這招 這招 這招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招 可以造成迴旋的效果 那迴旋完你就可以再追加 但是一次的combo當中 你只能迴旋一次 所以沒辦法迴旋兩次喔 它沒辦法迴旋兩次喔 你再用迴旋招它是不會再迴旋的 就是一般的命中而已 好 然後再來就是霸體技 鐵拳七星加入的招是霸體技這一招 好 這招日文叫中星凸啦 中星凸很奇怪 那一般的霸體技在發動的時候 身上會有一點點的光 有沒有看到 身上有一點點的光 等一下我把那個印子挑掉 等我一下 好 有一個白色的閃光 那霸體技的部分呢 就是裝甲啦 就是你們所謂叫做裝甲 那霸體技 它會怕什麼 它會怕下段 它會怕下段 好 那我讓平8 我讓平8用霸體技給大家看 你如果要設定對手做什麼動作的時候 在對手行動1這邊 選最下面的連續播放 然後 再來這邊有5招讓你設定 然後你可以混著用 那你可以先設定第一招 然後你可以記錄自己操縱 或是說你可以直接選招式表 那譬如說 我知道平8的霸體技是3wp 這裡3wp 好 那我就設定這一招 然後按Touch鍵加圈鈕 你就可以播放了 它就會一直用 然後 你還可以調tempo 這邊有個 播放間隔 譬如說我調怪樹 好了 它就會一直猛用 來 好 好 有沒有看到 我用下段的話就可以把它點掉 好 但是下點拳不算 好 要真真實實的下段就可以 好 好 那當然 摔也不行 好 摔就不行 但是 這樣子就有可能會被打 好 這個就是霸體技 那鐵拳的霸體技呢 會損血 但是損的血會稍微少一點點 好 然後 那個血是不會回的喔 跟快塔不一樣 那個血不會回喔 我記得快塔4的SA好像會回 對不對 鐵拳是不會回的喔 所以有可能因為 你用霸體技 你血少是用霸體技 你被人家打死 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最後凹一個霸體技 然後結果 哇 血不夠 被幹掉 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 好的 那技表應該大家都看懂啊 好 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呢 呃 要請大家稍微看一下鏡頭了齁 我把鏡頭稍微調大一點點 好 搖桿的握法 搖桿的握法有三種 呃 應該是說 這三種是比較多人去選的 那第一種呢 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到 看不到 就是一般玩家 台灣玩家都是習慣這樣子的握法 就是一般的側握 一般的側握啦齁 側握這個握法 齁 那我都叫他 我都叫他打飛機握法齁 打飛機握法 這是第一種握法 這種握法是最常見也是最平衡的 不論你是玩什麼遊戲 齁 你的握法 這個是最平衡 那我自己本人也是用這個握法 因為比較習慣齁 好 第二種握法 酒杯池 酒杯池呢 齁 就是 因為你們的 三個窯大部分是源頭 不好意思我的是韓國窯齁 對不起 酒杯池大概就是這樣齁 怎麼辦我覺得這畫面有點公口耶 就是酒杯池大概是這樣齁 我應該把一個搖桿拆下來才對 我這邊手邊 不好意思我手邊沒有搖桿零件 酒杯池大概是這樣 酒杯池很多 你有看過很多日本玩家會這樣玩齁 還有他的優點存在 齁 以搖桿為一個支架的部分 齁 以搖桿為一個支架的部分 齁 以搖桿為一個支架的部分 然後大概是中指 跟 無名指 之間 齁 或是看你習慣 大部分是中指跟無名指之間 然後比較少會用食指跟中指之間 齁 齁 好 那第三種呢 第三種 小拇指 小拇指 小拇指放下面 搖桿的下面 然後 有點 跟 那個 無名指之間這樣抓住的 齁 齁 抓住的這種感覺齁 齁 用小拇指去固定你的 手 齁 用小拇指去固定你的手 齁 那 這個握法呢 很多台灣玩家 不太習慣 像我就不太習慣 齁 那 因為鐵拳這個遊戲呢 很注重一個東西 叫做搖桿放開 但是你要很快速的輸入 然後有時候三合 它回彈的那個力道 可能沒有那麼快 那你可能就是要有一個 固定你的著手的一個方式 好 固定你著手的一個方式 所以 我 在我的粉絲團 我有PO一個那個日本玩家那邊 抖抖抖抖抖抖很快的影片齁 我實在是沒辦法抖那麼快 可是他們日本人也是可以把三合抖得那麼快 齁 所以那個握法都可以再去參考一下 那我個人這三種方式是都比較推薦 齁 那當然如果你原本就是格鬥遊戲玩家 我覺得就是看你 習慣什麼樣的握法 齁 什麼樣的握法 OK 好 那 挑回來一下齁 我不喜歡鏡頭太大 好 好 好 大概這樣齁 應該沒有比較小 OK 好的 那 如何安定的 這個 輸入你的 左手指令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左手一定要固定在你的 面板的其中一個地方 最好要有固定住 或是你固定在 搖桿的底座 或是搖桿 搖桿它本身鐵的那個支架部分 這樣去固定住 也可以齁 好 好 再來 不好意思我要把畫面放大了齁 好的 那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像我的握法算不用啦 直接看我的手就好了 呃 像我在推的時候 如果我在EP 我在推 我把我 八個方向跟大家講 如果我要後退 我會用大拇指往左邊推 我在EP的時候 我是用大拇指往左邊推 那我要前進的話 我是用 手掌心的這個地方 因為手比較大一點 手掌心這個地方去推 好 手掌心這個地方 然後 再來如果你要推下呢 推下我就會直接把手扳下來 直接扳下來 也是大概手掌心的地方 然後前斜下大概也是 那後斜下部分 你就可以用中指 中指或是 食指去壓 齁 看你的手掌 看你的手的大小 這樣去壓 然後再來 上 前斜上 後斜上 都是用點的 齁 都是用點 齁 我是用大拇指去點 齁 好 再來 當然就是要看你 喜不習慣這東西 齁 請問直播還有斷掉嗎 應該沒事啦 齁 如果斷掉請跟我講一下 好 好 因為今天中華好像怪怪 齁 好的 基本的移動方法 按著前就是往前走 按著後往後走 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子的齁 那 往前跑我們一般叫DASH 前前 那 遠距離前前呢 按著的話 他會跑比較遠 齁 可是如果 近距離呢 呃不要說遠距離啊 你這樣放開的話 這樣遠距離你放開 他也有可能會自己衝 可是大概這個距離 他就不會衝了 齁 他就不會衝 齁 那後後的話他就一定 不會一直往後跑 你就後後 他就會後後 齁 齁 好 好的 那 如果說你在後後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齁 前前的時候是沒有防禦狀態的 那這個應該大部分的遊戲 都是這樣子做 那後後的時候呢 我可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齁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呢 算是有一點 改變的地方 你在後後的時候呢 如果對手出中斷 也是可以擋的齁 這個要跟大家更正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按著後 齁 齁 我稍微慢一點點好了 換個tempo 齁 所以後後 他也具有戰黨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要蹲檔 你就要早點按蹲了齁 你就要早點按蹲 齁 好的 橫移動 橫移動請用大拇指去點齁 好 橫移動呢 你只能按上或下 那用點的 那下的話 你可以用十指去推 齁 或是中指去推 看你怎麼推 那 如果你連點的話 他大概 大概最快的tempo大概就是這樣 好 然後 你如果連點兩下 第二下按著 他就會開始轉圈圈啊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請問一下 動一下跟轉圈圈有什麼差別呢 轉圈圈的話 他本身的移動速度 速率會比較快 就是他在轉的速率會比較快 但是 你只點一下的時候呢 他在瞬間閃遭的效果 比較好 然後再來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鐵拳的橫移動啊 他是依照對手為圓周 去橫移動的 以對手為圓周 所以他等於是繞著對手在轉圈圈 就對了 像我剛剛這樣轉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距離對手越遠 你在橫移的效果越不好 因為你橫移的角度比較少 可是如果你是近距離呢 就不一樣了 那一下子你就可以繞過他一圈 所以為什麼橫移動 很多 你有看到很多厲害的高手 他橫移動 是在比較稍微近距離的時候去 閃遭 可是稍微遠一點距離 就比較難閃遭 因為你是以對手的 為中心去轉圈圈的 以對手為中心去轉圈圈 OK 所以越近 橫移效果越好 那橫移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一個閃避 對方 要 惡責你的一個方式 齁 除非他出的招是 可以打 追蹤橫移的 不然橫移在金局 可以閃過 非常多招 尤其是這一代 因為上一代 7.0版的時候 橫移被改得很爛 就是他很難閃招 但是 現在改版以後 他就有更正了 等一下 那個 當掉 好再一次 好 好 好 再來就是跳 跳的話 你要按著 好 然後 或是輕輕一點的 好 可是後跳你就只能大後跳 只能按著大後跳 那上跳你就只能大上跳 只有前跳可以小跳 就是用點的 前跳可以小跳 那或是大跳 那鐵拳跳呢 我之前講過 新手 沒事 不要亂跳 特殊情況 才去跳東西 那 鐵拳這個遊戲 平常是真的很少 像2D那邊跳來跳去的 是幾乎是沒有 主要是因為說 你沒辦法這樣接combo 因為你這樣下來 你沒辦法再接combo 我這樣講就比較簡單 然後他也沒辦法 沒辦法打背 齁 他也沒辦法 cross attack 好 再來 那 我必須要講一下 你跳 落地瞬間 他是蹲下狀態的 比如說18的起身左手是這一個 我用魔神犬比較明顯 起身右手是 這個魔神犬 然後我跳 搖桿放 那個快 著地的一瞬間再按 然後我搖桿放開 他會變成 蹲下來 立刻站起來 那種感覺 所以著地一瞬間 是屬於蹲下狀態 這個後續 大家會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 比較詳細的狀況 但是這招通常比較不太會 平常不會太會跳就對了 好 好 對 魔神犬沒錯 好 再來下一個地方 等一下喔 防禦 防禦的話呢 欸等一下我按錯課 你搖桿不動的時候 他會自動佔擋 自動佔擋 那當然按著後也是可以擋 這不用說了 那你搖桿不動的時候 會自動佔擋 但是某一些狀況下 等一下 我想一下喔 好我用路德好了 用我一下 等一下這樣比較明顯 好OK 好譬如說平八 我讓他用一個這個壓制招 等一下要遠一點喔 不然他跑不出來 還不夠遠是不是 好OKOK 遠一點遠一點 啊我按太慢了對不起 好啦 如果平八踢完以後是第一時間用剛剛那招的話 那你的自動防禦是沒有效果 就是如果你人有點擋住有點軟掉的感覺的時候 他的自動防禦會不見 但是會馬上就回來 好會馬上就回來 好 好然後蹲檔 蹲檔的話你按下 或是後斜下都可以喔 蹲檔是按下或後斜下都可以 欸等一下喔 這個選招就好了喔 蹲一下 來ERP 好我最喜歡ERP 隱身門 你看我是搬著下喔 大家看我那個搖桿 我是搬著下喔 我不是搬後斜下喔 好 搬著下也可以擋 擋下段 那後斜下當然不用講 一定可以 好 這應該很簡單 然後特殊的移動方式 第一個叫做下段撥 不論你是在站立狀態還是蹲下狀態 對手只要出下段 你就可以撥他 那怎麼撥呢 就是按3 前斜下 那要稍微提早一點點 那你不能太提早 你不能這樣按著去撥 你必須要稍微早一點點去撥 好 好啦這樣 好 類似這種感覺喔 撥完你就可以接combo 而且可以做迴旋 好 可是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血量那麼少 這不是接一套combo的嗎 好 大家看一下喔 我剛剛打的第一下他是70% 70% 所以他撥完以後他算是在空中 他就不算地面的第一下了 所以他會變成70%血 所以他會比較少 那後面就會更少 50 30 30 30 這樣子 好 所以撥完血量 通常會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好 對 就是所謂的叫補陣 好補陣 好 補陣 好 好 那基本上呢 1-8還好 可是有一些角色他可以蹲下來做二折的時候阿 他這樣子在蹲著的時候會給對手壓力阿 就是阿里顧阿 那你這樣蹲著的時候我也可以直接出下段阿 我可以出蹲下來的招式 那我也可以出中段阿 好 去有點像是 折對手的感覺 可是以1-8來講1-8很少阿 因為1-8有封城不營夠可怕阿 好 所以像有一些是 他蹲下來用下段是很強力的角色 比如說像李小龍 他有滑梯 然後或是像那個石油王 石油王有滑梯然後他也有石油王魔神拳 他那種二折就很可怕 好 所以他在那邊蹲著的時候就給人家感覺很可怕 好 然後特殊布的部分呢 我上次有講過一些 反正就是特殊布就是類似像這種風神布 好 風神布這一種的 好 這種就叫特殊布 那每個角色可能都會有 也不一定 也可能沒有 像我最常玩的貓女就沒有 他就沒有特殊布 好 再來呢可以先提一下 上次有所謂叫做三田Step 好 三田Step的指令呢 就是 就是後後後起下 後後後起下 後後後起下 後後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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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做一個連續後後的動作 再一次啦 後後後起下 後後後起下 要連續後退 因為你直接後退太慢 你連續按後退 你看我連續按後退 有沒有 超級慢 可是如果你用這個動作的部分的話 它就可以取消掉 OK 那這個東西需要一點點的練習 需要一點點練習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需要大量練習 需要大量練習 好的 那最 呃 再來先跟大家講一下 等我一下喔 直接打在下面 齁齁 記表簡稱 呃 好啦我還是用講好了 那你 因為我們一般網路上在講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把那個按鈕打在 打字上面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個 所謂叫做方向的部分 齁 那我 我看我能不能直接結個 結個看看齁 等我一下 哇 因為今天時間實在是 太緊繃了 好 好 本來這些東西我可以 之前可以就是先弄好 這樣 對 九宮格 等一下要把他移過去 等一下要把他移過去 好 那我這樣子會移到嗎 我這樣子會移到嗎 會啊 好吧 OK 好啦 這樣大家圖應該還算看得到 齁 應該還算看得到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用 電腦鍵盤的方式去判決你按的那個方向 因為新手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9 什麼叫做236 不懂 那你如果照著這個 就是 九宮格的圖去看的話 你就知道說 他是做什麼 齁 然後另外星星 剛剛有講星星就是搖桿放開 那一般比較 在鐵拳我們這邊呢 比較不會說5 我們也不會講星星 我們會講N 因為他的英文是N 欸 稍等我一下下喔 不好意思 太座在叫 好稍等一下